首先,要捐赠头发的部分 起码有12寸长 第一个步骤,要把客人的头发洗干净 亦要100%催干 因为运送途中,如果有点湿气 头发很容易发毛 整把头发都不能用 第三个步骤 我们会根据客人需要的发型 把头发分开三部分 先剪起 好,三粗头发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会绑多一个橡皮筋 以保存在运送的过程中 头发不会掉出来了 很简单,把头发放在Zip Lock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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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